要特别注意,要确定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你那个名称要先命名 这个ID一定要加,如果你这个ID没有加 或者加错的话,将来可能就连结失败 那通常是会在,比如说你要点击的那个动作上面 比如点击就click 当他被click的时候,那你要做什么? 去执行哪一个方法 那方法部分要自己撰写 撰写方法其实跟Java,我觉得差异性不大 那怎么样注册,首先第一个呢,请各位注意一下 注册位置固定都会写在,就是在那个head的上方 所以基本上会在head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要加上这一段程式叙述 那里面的话,第一个我们要注册一个视线 那注册视线跟谁注册呢? 其实特别注意哦,这边通常会有一个这个Dolls符号 这个Dolls符号指的是什么? 基本上这个Dolls符号指的就是这个 这个JQuery 所以跟JQuery这个大的韩式库,其实是一个大的物件 跟他注册 那怎么样跟他注册 特别是通常这个地方 其实撰写会先打一个钱的符号 后面的话 通常会这样,其实后面 通常会先给他一个钱刮户 钱刮户之后他会问你说 那你要在这个JQuery 里面 针对哪一个选取 就是哪一个选取器 就是 根据的是这个Document 就是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本身 当他怎么样呢? 后面你还有个点 其实我觉得 在那个 其实军会里面 这个撰写程式自动产生这个 就是相关的属性跟方法 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 当他怎么样? 当他ready的时候 所以你会发现里面有个ready 当他ready的时候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header 就是什么样的处置 这个处置的话 后面你必须要加一个function 因为这个function部分 我们这边已经写了 所以这个function 基本上我们 在这里 已经写了一个function 在这边 所以就这个function 然后 这个function OK 当他ready的时候 我们有个function出现 这个function 刚刚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 当 Document.ready 这个动作 其实在 JQuery Mobile里面 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 也就是你如果 刚刚有写的话 这个 这个我先把它enter 就是select 一个document 先打一个钱的符号 钱瓜糊 然后有个document 你可以直接 这个是个select 当他什么 底下呢 会显示说他所有的方法 跟他的属性出来 其中会有一个叫ready 当他ready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他自动帮你写好这一串 不过 基本上 在JQuery Mobile里面 我现在选取的这个范围 其实 可以不写 没关系 OK 所以如果说你要写 或不写 其实都没关系 所以如果标准的写法 当然 有的时候 像我自己 程式如果越短越好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 document.ready 把它拿掉 大概就这样 那做什么事呢 注册那个事件 什么样的事件 特别说 就是 我希望当 怎么 show pref 这个就是 大家第一个按钮 back那个按钮 back怎么样 back click的时候 这边会有个方法 叫by by的就是连结 那先帮我注册一下 这个click的动作 如果 将来 那个上面 被click的时候 那 我要做什么事呢 我就是要去 帮我执行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是叫 showpref 那这个方法 是我们自己定义出来的 那你定义好之后 底下你可能要自己 写一个什么 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话 基本上 通常会写在 这个的下面 上面 有没有 就是 上一笔的动作 另外一个按钮是 NAS 所以我们一样的动作 是by的 去连结什么 当它click的时候 那我就show NAS 记得等一下也要写 下面 一样有个Function 好 第一个就是做一个 注册事件 反正就把它注册一下 将来如果说 在你的APP里面 只要有一个 某个动作 那你就是注册一下 记得 这个地方就要把它结束了 所以这个注册完 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完整的 头尾 记得不要把程式写在里面 底下的东西可能要分开 第一个先注册 第二个的话呢 宣告我们将来会用到相关的资料 里面包含什么 包含索引值 Index 所以呢 我就宣告 在 JavaScript里面 如果你要宣告的话 用VAR OK 后面的话给它一个 变数名称 另外给它预设值 OK 然后呢 我就 预设它内建的值是 0 好 那将来如果说我今天 按下一页 那我就把index 改成1 改成2 改成3 那如果 那这个关系到底下 我建了一个 array 这个array的话 我宣告 后面这个array 名称叫这个 Newarray 分别把什么呢 把第1张图 第2张图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第3张图 第4张图 分别怎么样 把 这一些图 的名称 特别就是建立一个所谓的自串阵列 把这个先改成程式 让它宽一点 不然它这个旁边这个地方 我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就让它全部 变成一个自串阵列 那这个自串阵列 将来就是说 透过什么 透过0,1,2,3 去取得这个阵列的位置 就可以了 好 那这地方的话 我建一个 这个自串阵列 接下来的话 我的资料处理完毕之后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index 也有一个阵列 再来就是什么 当这个 按钮被click的时候 那我做什么事 有两个啦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方法 名称 那底下 就必须要建一个function 名称也要是这个名称 所以这个第一个 我要先处理上一笔 再处理下一笔 名称要一模一样 OK 那建这个方法 其实跟 以前在那个 Drama 里面是一模一样 反正就是 它的结构 一定是 一个function 然后这个function里面的话呢 一定是一个什么 小瓜糊 一定是一个 这个 这个名称 然后一个小瓜糊 小瓜糊里面呢 你可以带 带你的引述啦 如果没有没关系 就是一个小瓜糊 后面打一个大瓜糊 大瓜糊里面呢 就是执行什么内容 OK 那基本上 我们执行的 内容就把它程式写在这里 那因为呢 我希望怎么样 当我按一下上一页的时候 要做什么 就是先把那个 我的index 先 扣掉1 扣掉 扣掉1之后的话 这index 减减 等于是index 等于index 减1 那如果减了1之后 原来是0 0减1 变负1 可是在图档里面 我们的正列位置 他一定是 这个是0 这个是1 这个是2 这个是3 所以没有 -1这东西啊 所以怎么办呢 我要判断一下 如果 后面是逻辑 如果index 如果小于0的话 然后大瓜糊里面 处理什么 把index 怎么样 诶 因为我今天如果是 已经是 第一张了 第一张是0 那如果我再减减 -1了 那可是没有-1 怎么办 把这个-1改成 3就好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就是要个循环的规则 反正 如果在上一张 上一张没有的话呢 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第3章 然后再减 3 2 1 0 这3 210 OK 那接下来做什么 那改变 图档 的名称 可是改变图档名称 第1个 我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他的 位置 就是图档的位置 图档的位置 特别重要 是image 后面加上一个斜线 斜线请注意 请注意 这个是正斜线 不是这个反斜线 OK 加一个他的位置 image 这个目录里面 会有一张图档 图档的名称叫什么 我们 就必须用什么 就是 不是 应该是 这个 这个里面的这张图 那如果我要把image里面的 某一张图给抓回来的话 那我必须 给他一个image目录 再加上什么 阵列的名称 那第几章的话 后面用什么 中瓜壶 加上第几章 所以如果我是3的话 那就会在阵列里面 去抓到他的第3个位置 就是这张图档 就会把这张图档 抓到这个后面 跟image串切 所以他的路径就是image 里面的第 第4张图 就是这张 把它串在 放在这一个 变数里面 它这个是一个字串变数 接下来做什么 并跟我 画面上 我本来叫book.pic 我把它改一下 叫pic 在那个 特别之后 如果说我今天 要抓到那个图档 这张图档的名称 其实有个方法 也是一样 先打一个钱的符号 那你会发现 钱的符号之后 钱瓜壶再一个什么 再加上一个 这个 如果你要slate的话 一样 你会发现 他这地方 他也一样会给你 底下的讯息 他这个应该 Juneweaver里面 他会自动帮你把它取得 所以你这边 钱瓜壶 给他一个 理论上他后面应该会自动帮你抓到 那个东西才对 Dolls符号 钱瓜壶 再一个 这个 这没出现 如果没出现 可能要自己把它打上去了 理论上 这个在Juneweaver里面 他也会自动帮你带出 你需要的那个select 那里面当然我在我的 刚刚的这个里面已经 把底下的这个image把它改一下名称 我刚刚是本来叫bookPIC 这个 那我现在把它改成PIC 如果他针对这个里面的图档做变更的话 那当然我这个地方 我把它 后面加上一个 这个attr 它里面的属性 其中它里面的属性有一个source标 把这个source标签 帮我改成我现在的位置 这样的话 我就上一张上一张 我就把那个位置给变更 并且把里面的图给放进去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类似就像这样 上一张 他就帮我把上面的里面的图 换一张 所以是最后一张了 然后再 3 2 1 0 那再上一张 又是3 所以会有个循环的效果出现 那再来就是下一张 下一张 有没有 那再 这个是 最后一张了 再来 再又从第1张开始 那第1张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直加 所以底下的话 有一个index 回上一个是 减减 那下一个的话 当然就加加 所以 把它再加1 加1 0 1 2 3 3再加 就变4 所以如果等于4的话 那一样我把这个index又归0 从第0张开始 其他都一样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有把那个 最后完成的程式码 一样把它放在那个 我的云端上面 OK 所以这一段程式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好